其实我们讲平时很多工作 很多做的很多事 至少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从零到一的事 一类就是从一到一百的事 我自己想把它加成另外一类 就是怎么从没有到零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会想 什么叫从无到零 什么叫从零到一 什么叫从一到一百 比如说大家今天讲这个车的时候 如果是从一个传统的烧汽油的车 到电动车 我自己会把它说成是 从一到一百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很多人在讲 这个无人驾驶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的是从零到一的事情 但我自己觉得就侧而言的话 什么时候是一件从无到零的事情 我经常会讲 就是什么时候车没有轮子了 没有汽车轮子了 那是一个从无到零那件事情 所以我经常讲 只要车有轮子 还是车 如果我们没有轮子 就可以把人从A带到B点 那我觉得我们又做的是 很大的这个突破 所以我想呢 如果从城市大脑这个角度 来讲这个事情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是做了一件 我愿意把它叫做从无到零的这么一件事情 你去查字典 在杭州叫城市大脑以前 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当时取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 城市跟大脑两个字都有它背后的含义 城市是什么 城市就是让人在一起的地方 城市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今天呢 其实城市呢 因为有各种的原因啊 理解上被大家碎片化了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想到是楼 有的时候想到是路 有的时候想到是别的东西 那我用我自己话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 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 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 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呢 我们经常讲 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 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 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 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 所以我想呢 城市大脑实际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 我说的城市大脑呢 最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 所以大家呢 会很简单地把城市大脑 这个大脑啊 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解决城市的问题 那其实不是 其实城市大脑要讲 大脑实际上讲说呢 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 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 刚才讲到的这个 为什么车的这个数字 你可以感到 就是说我们人觉得是这样 但是城市不是这么感受的 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 不是把人的大脑 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 我们应该把城市呢 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 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 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 所以当时呢 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 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 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 老百姓看病啊 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 大家对排队的印象一定很深 对不对 但是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真体会到 你也不光是排了队 你还排了好几次队 半号排一次队 完了可能去画印要去排一次队 配要去排一次队 是这样吧 那么最早的技术呢 就是给每一个收费窗口的 收钱的人啊 配一台电脑 让他们的效率提高了 那你们缴费就方便了 我觉得呢 这就是从一到一百的创新 那手机来了以后呢 你可以在机器上 也不要去这个窗口排队 但你可以在手机上 或者在机上把这个钱交掉了 这个呢 我把它认为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因为呢 它把那个窗口给搞没了 但是呢 这两种创新 还是留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你该交几次费 你还是交几次费 只不过这个钱是在手机上交 还是在这个窗口交 所以呢 杭州的城市大脑 在医院这一件事情上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做了一件叫做 先看病后付费 也就是说 你把病全部都看完了 你只交一次费 反正你爱在医院交 你就在医院交 你愿意离开医院交 咱们再说 这个呢 我就把它叫做 个从无到零的一件事情 所以本质上大家就说呢 我们其实很多事情 协议为常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应该是这样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的话呢 就会改变很多的想法